在上午1.30时 凡的波特莫沟危均 沿加坡 仁云龙的搭配 obit 网传视频显示 一艘集装乡船与大桥相撞 导致桥梁瞬间断开几节 不分橋樑起火 馬里蘭州官員表示 事發時有維修人員正在橋上工作 卸有多部車輛也落入水中 落水人數恐怕超過20人 包括海岸警衛隊在內的救援人員 隨後在水中展開搜救工作 以至至少兩人獲救 傷亡情況不明 達利浩船公司表示 全體船員沒有人受傷 事故發生後 馬里蘭州州長摩爾宣布 全州進入緊急狀態 有目擊者描述 大橋被船撞上那一刻 地面突然劇烈震動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承諾 聯邦政府將全額支付大橋的修復費用 有專家表示 修復這座大橋可能需要幾年 甚至更長時間 巴爾地摩市消防局表示 目前正在開展大規模救援行動 事故原因仍在調查當中 通往大橋的所有車道都已關閉 新唐人駐華府記者路易斯·馬丁內斯 趙鳳華 巴爾地摩報導